自驾穿西连续两次上姊妹压口 第一次是下午去的 见到了云海翻涌 却无缘得见贡嘎主风的真容 这一次换成早上去 能看到贡嘎山吗 单纯的等候 好像有点无趣 于是我们也进行了一次小小的探索 大家好 我是梦游的水 早上醒来拉开窗帘 美好的风景映入眼帘 到民宿楼下吃过早饭 我们便要准备驱车再次上姊妹压口 上个视频当中讲到 我们上次在下午去到姊妹压口 守候了五个多小时 看到了壮美的云海 却始终未能见到贡嘎主风的真容 当时想的是 要是接下来两天听起好 就去冷嘎座看看 可是早上民宿老板说 根据他的经验 这个天气看到贡嘎全貌的概率并不大 然而我们还是想去试试 所以就选择了再去姊妹压口 因为姊妹压口可以直接开车上去 而冷嘎座需要徒步或骑马 在希望不大的情况下 肯定就选择省市省钱的路线了 这个天气怎么说呢 在我们这种没有多少经验的人看来 在山下看着还是不错的 往亚口开的途中也没有像上次一样 开着开着就开进了云雾里 所以开到中途的时候 我们还是抱以了比较大的希望 上一次走到这一段的时候 已经开进了云雾当中 白茫茫的能见度比较低 那这次的镜头里面呢 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 挺好车看看 没有云海 但是也依然看不到贡嘎的全貌 不过和上一次来 所见明显还是有很大的差异 另外上一次我是航拍了的 当时忘记放进视频里面了 所以在这个视频里面呢 补上几个上次航拍的镜头 无人机续航里程有限 能够穿过近处的云雾 但是还是无法穿越远处的云层 等它临驾于云海之上 遥望鼠山之王 这种感觉庄严盛解 又带着几分空灵飘渺 这次来到姊妹压口 其实看着感觉天气比较清 有蓝天 有白云 有阳光 但就是供噶群峰顶上那片 始终被厚厚的云层笼罩着 大家看那下面有个小水塘 不知道它有没有名字 一会准备下去看一看 那现在呢 我们现在压口转转 往不同方向拍一拍吧 毕竟上次来的时候 很多地方都在云海之下 看不见或者看不真切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附近的山大多有种 古老沧桑的气质 没有多少植被覆盖 所以能够比较明显地 看出时间的印记 此时我发现天上升起了一只风筝 到海拔四千五百多米的紫眉压口 放风筝 不得不说这真的有点创意 在这压口上 我们还看到拉尔湖的游客 可惜风声太大 我就没有拍 是不是让爱旅行的人 大多都有着有趣的灵魂 在旅行的路上 我见到过形形色色的人 很多都非常有意思 通过岩石可以看出 其实这一天云流动的速度 也还是挺快的 但是呢 它始终就聚集在那个方向 反正咱们平常新对待吧 我的上个视频下面有网友问 为什么很多游客对贡嘎山这么执着 它有何特别之处 那我才惊觉 原来其实有不少网友 并不了解贡嘎山的地位 尤其是一些外省的朋友 怪我先入为主 以为大家都会对它比较了解 所以这里一边看着岩石 一边给大家简单先介绍一下吧 贡嘎山是大雪山的主风 根据网上的资料显示 它的周围有海拔六千米以上的山峰 数十座 其主风海拔七千五百五十六米 高耸与群峰之巅 是咱们四川省最高的山峰 所以被称为鼠山之王 在长期冰川的作用下 其山峰发育为锥撞大脚峰 再加上其垂直落差很大 达到了六千多米 所以显得非常险峻而富有气势 可惜这次它依然把自己霸气的一面 藏于云雾中 只露出了一部分沉稳的山体 那大概也等了那么久 确实有一点无趣 所以现在我们下到下面的小水塘去看看吧 往下走的过程当中看到不少乱石 俗话说望山跑死马 看起来并不远 实际上还是走了很久 在海拔四千多米的地方也不敢走快了 往下的时候还好 往上的确是挺累的 我不知道这个小水塘能不能称得上是海子啊 因为它的确是蛮小的 也有可能是季节性的 所以我们姑且就叫它小水塘吧 那我发现在这儿也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 供噶群峰的倒影 只不过这个时候天气确实不太好 可能现在大家在镜头中看到它觉得平平无奇 但是我想在天气好的情况下 在这儿拍摄供噶山的倒影 应该也是非常出彩的 当然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小水塘 它也有可能只是因为季节或者说天气的原因 而比较暂时性的出现 至于它是否长期存在呢 这个我并不是很清楚 如果有了解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说一说 那从那个小水塘来回一趟 几个小时就过去了 很遗憾依然没有等到 供噶山露出它的全貌 突然想起多年前我去海螺沟 往供噶山的方向看 出了一片白茫茫的大雾 什么也没有看到 大概我与它的缘分还未到吧 鉴于云层有越来越厚的趋势 所以我们就还是选择驱车下山了 之前看到有网友给我留言说 那边的民宿又不贵 你多住几天天天去 总有机会能够看到供噶山 的确是这么个道理啊 住的时间长了 天天去看肯定是能够看到的 那边的民宿呢 的确也不算贵 但是比较珍贵的是时间 总共就那么几天假 周边还有其他我想去的地方 那么就无法花太多时间在这里 以后有机会再来吧 就如同我经常说的那句话 有遗憾才有下次再来的动力 而且咱们中国有句古话 诗之东语 收之桑语 也许在周边其他地方 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与惊喜呢 那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儿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